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緊張是難免的喔 老師也會緊張喔 就像老師每堂課跟小柚奇上課的時候 老師其實也會先準備 我今天要彈什麼曲子啊 我今天要唱什麼曲子啊 會在家裡先練習 所以如果我們要克服緊張 其實我要跟媽媽說我們就是練習 練習足夠孩子就會不緊張 大家都是為了想要表現好而會緊張 那還是沒有別的辦法 除了說你了解考試的方式怎麼進行 讓這個考試的流程自己能夠很熟悉以外 當然內容要很清楚 那盡力就好 所有的事情就是盡力就好 不要講小孩子 其實家長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 對你來講有一點壓力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容易被緊張的 那一樣我們會需要人家的鼓勵 或者是我們需要人家的肯定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直在肯定你的孩子 我相信你的孩子一定會變得很好 我知道有很多媽媽很努力 她怕孩子去得長 或者是有些媽媽朋友的人 就是比較關連主義的 她就會跟孩子在家裡練習 就是每天在家裡 從走廊走過來跟妳前面 說大家好 我叫什麼名字 我要談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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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甚至有家長把家裡練習的片段傳給我看 我都覺得好窩心喔 因為這個是對自己一個能力的肯定 還有包括其他老師對你的肯定 那麼每一個老師說實在 對這個標準跟不一樣 我們沒有必要說 對自己這個 一定又非得打到A不可 最好就在學校公司 每一個都要100分 100分 100分 那這樣子是不是相對的你的緊張 就自己給自己壓力很多 對 孩子會有任何的狀況 其實都可以接受 只是希望家長可以一起來發現 小孩子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他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我相信只要你努力的練習 有盡力的有通過了 都是很好的事情 如果沒有通過 那怎麼樣 再練一次啊 再試一次啊 那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有的是機會 人生中 不知道有多少考試 對不對 不要那麼在意那麼一次 那麼你把它當做練習也是很好